大家好,很多南方的花友在养惠蓝的时候呢,发现这个惠蓝虽然呢是比较容易长出这个花蕾出来,但是呢,这个花蕾长出来之后呢,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抽花剑,就是那个花剑的没有办法正常的拔高和开放,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? 主要是因为我们少做了一件事,少做了哪件事呢?这件事就是没有给惠蓝进行低温春化,因为像惠蓝这种蓝花,它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低温春化,它这个花蕾才能够顺利的生长的,但是一般南方温度的都是相对比较高,那这种只要温度呢在15度到25度之间呢,它虽然是可以长出花蕾,但是长出花蕾之后呢,它会有一个花蕾的一个生长停滞器,就是休眠器,这段时间呢,一定要给它接近低温春化, 它才能够让这个花蕾的后期能够顺利的生长拔高,所以呢,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人为的控制温度,给它进行一个低温吹化处理,那么低温春化呢,就温度的话呢,我们最好就是把它降到0到12度左右,然后呢,持续的时间呢,至少要一个月以上,这样呢,后期呢,慢慢慢慢的我们再增加它的温度,让它逐一进行适应这个新的温度环境,那么再把它移到一个15到25度的这个环境下,花蕾, 就能够顺利的生长了,但是呢,大家要注意啊,这个温度的下降,还有温度的升高呢,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我们不能够一下子把它放在一个特别低温的地方,也不能一下让它的温度的提高太多,要不然的话呢,也会导致花苞生长不良,甚至是脱落,所以呢,我们想要让惠南呢,能够顺利的, 让这个花蕾能够抽花键,然后能够顺利的拔高开花,大家就一定不要忘记的给它做这个低温催化处理,好了,今天就分享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